一眨眼 2021 年就这样过去了 虽然说我们在去年遭遇了很多个月的 MCO 可是实际上汽车厂商们还是竭尽所能的推出新车 因此实际上 虽然去年比起 2022 年推出的新车比较少 但是实际上这个数量还是非常可观的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选出 2021 年几款 非常有话题性还有重要性的新车 大家一起来看看有什么车款吧 第一款要讲的车就是 2020 年 Toyota 的全球战略车 Toyota Corolla Cross 在泰国首发之后 这款车陆续登陆了台湾 北美甚至是欧洲等等的市场 并且有着非常出色的成绩 原厂也表示这款车的年销售目标达到了 50 万辆 所以可以看出它绝对是原厂的重头戏 而在去年的年初这款车也登陆了我国 不过初期是以泰国进口的方式引进 限量3000台 可是在发布之后这3000台的 Corolla Cross 瞬间就销售一空 所以可见这款车确实有很大的竞争力 初期引进我国的版本只有 1.8 公升的 自然进气引擎可以选择 最大马力表现是 139 PS 峰值扭力表现 172 Nm 而这个 CKD 的版本也会在 2022 年的年初发布 值得一提是 Corolla Cross 是首款在马来西亚 CKD 的 TNGA 车型 而且目前园长也已经在官方网站上面公布了新车的售价 而且最值得激动的是 这一次的 Corolla Cross 本地 CKD 版本也会提供混合动力引擎的选项 也就是说马来西亚正式进入了混合动力的纪元 你对这款新车有什么看法呢? 第二款要说到的新车同样也是 Toyota 所引进的 因此可以说 2021 年是 Toyota 的产品大年 这款新车就是大改款的 Toyota Heria 它采用了全新的 TNGA GAK 平台打造 在外观的设计上面比起上一代车型更为优雅 至于在内装方面也添加了更多高科技的配备 而且质感表现也更佳 因此如果不看这个 Toyota 的 Logo 你会觉得它是一个豪华品牌的车款 而事实上 Heria 在 Toyota 的产品争论中 也是比较高阶的存在 在引擎部分取代这个 2.0 公升引擎的是 新的 2.0 自然进行引擎 其实它也是 Dynamic Fox 家族的一员 大家千万不要看它是一具 2.0 的自然进行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依然有 173ps 的表现 至于峰值扭力则是为 203 Nm 匹配的是 Direct Shift 的 CVT 变速箱 加速表现虽然比不上之前的涡轮引擎亮眼 但是实际体验也不差 这款车最值得称赞的地方就是它的安全配备 它搭载了完整的 Toyota Safety Sense 安全配备 包括了 Stop&Go 的主动式定速巡航 除此之外它还有这个流媒体后视镜 也就是说你在你的照后镜上面 你可以充当你的倒车摄像头 可以看到后方的景象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方便的配备 除了在引擎配置跟这个安全系统上面 有一些优化跟更新之外 它的平台也从原本的这一个老旧平台更换成了 TNGA 的 GAK 所以在这个重心压低的情况下 它的操控表现跟安全性 都会有更大的进步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这个全新一代的 Hario 会有怎样的表现 请期待我们的试驾影片哦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新车 其实是两款车型 也就是我们的国产汽车制造商 Proton 推出的 Proton Iris 以及 Persona 的 再次小改款车型 这次小改款车型我觉得争议性还是蛮大的 为什么 首先在外观的设计方面 这两款新车都有着比较大的改进 而且终于导入了这个LED的头像竹 如果单单说外观的话 我会觉得这次的改款进步是非常多的 再来一点就是它们的内部设计跟质感 以及实用性都有着很大的加强 尤其是 Persona 的内装 看起来算是在同级车款里面比较豪华的一款 至于在Iris 则是采用了红色的安全带 让它比较有年轻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它们这一次定位划分是非常成功的 至于争议的点在哪里 争议的点在于 它的主要对手 Myvi 还有 Beza 都有了先进的安全配备 但是 Iris 以及 Persona 上面依旧看不到这些配备 只是在入门版本跟中等款增加了两个气囊 区域的细节呢 就跟当初一开始发布是差不多的 我觉得这一点是 Proton 比较需要进步的地方 至于另外一个争议的点就是它的 CVT 变速箱 虽然之前多次传闻指出 它可能更换四速自拍变速箱或者是全新的 CVT 但是到最后我们得到的还是这个 Punch 的 CVT 变速箱 虽然原厂在发布会的时候有表示 这个变速箱进行了动力控制单元的更新 硬体上面也有进行优化 但是马来西亚的消费者对于这个 Punch CVT 还是有一点恐惧感存在 所以这不多不少的影响到了这款车的销售成绩 所以我们很希望如果在未来有机会的话 这两款车更换一个新的变速箱 加上添加一些先进的主动安全配备 那么它的竞争率其实会加强更多 第四款要讲的新车 就是一个日本品牌推出的 XUV 它就是 Suzuki 的 Jimny 其实一直以来都有消息说 Jimny 要回来马来西亚市场 而在今年原厂终于把这款车引进我国市场了 而且这款车在发布之后这个订单非常的火爆 根据我们向原厂的了解 从 Suzuki 品牌正式宣布回来马来西亚之后 这款车的订单已经突破千张 以它的价位接近17万令吉来说 有着这样的订单其实是非常的不简单的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马来西亚版本引进的并不是顶级的版本 所以在安全配备上面是比较空缺一些 例如说它没有先进的安全配备 而且气囊数只有两个 这个对于一台卖到这样子价格的车款来说 似乎是阳醇的一点 而且根据我们了解 这台车来到马来西亚 每个月的配额只有20台 那么原厂要花多少时间去消化这个千张订单呢 也是值得考虑的地方 大家别看 Jimny 是一台小小台的SUV 但是实际上它非常的硬派 因为它采用的是非存在式的车身设计 加上纯机械的 四轮驱动系统 所以它具备了一定程度的越远能力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呢 那么这款车其实是非常适合你的 不过你现在去订车的话 我不敢担保 你什么时候会拿到车哦 接下来第五款新车 它不只是给了全马来西亚消费者一个惊喜 甚至连我也有惊喜 它就是小改款的 PRO DUO MY V 这款车型为什么我说它惊喜 其实如果我们只看到外观还有内饰上面的改进 是非常的小的 但是它进步的地方是我们所看不到的地方 就是它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以及它的变速箱 我们先说它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第三代的MY V 是我国市场 第一款在这个价位可以给到自动紧急刹车等等 先进安全配备的车款 而在这次小改款上面 他们把这个安全配备做出进一步的升级 包括导入的这个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车道偏接警示 车道维持系统 车车盲点侦 主动式定速巡航 这一个真的让人非常的惊喜 也因此小改款的MY V 成为马来西亚市场 第一款在这个价位就提供了主动式定速巡航的车 算是把这个先进的安全配备 拉得更为入门 这一点对所有消费者来说都是一个好事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真的要给PRO DUO 一个赞 第二点要讲的就是 PRO DUO 终于舍弃了使用多年的 四速自排变速箱而改用着一个 D-CVT 变速箱 这个D-CVT 变速箱有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它除了CVT 的钢带之外 它还有一个齿轮 如果是在高速巡航的时候 系统会让这个钢带切换到齿轮来降低车辆的RPM 也就是转速 从而获得一个更好的动力表现以及更低的优耗 实际上MY V 在更换了这个变速箱之后 加速能力大大的提升了 根据官方的数据 1.5 版本的MY V 0-100 的加速成绩为10.2 秒 放眼所有B segment 的Hatchback 中 这个成绩真的是输一输二了 所以大家觉得这个PRO DUO MI V 会不会继续成为热销车款呢 我觉得这个不用猜啦 几乎是100%肯定的事情 最后一款要讲到的新车 真的是一波三折 根据原厂表示呢 这款车原定于今年的4月发布 但是4月的时候因为芯片短缺 所以延期到7月 但是7月的时候又是MCO 工厂没有办法开工 所以他们延到了这个今年的年尾在发布 这款车就是Honda City Hatchback 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款车 大家听它的名字就知道 它是City Sedan的Hatchback版本 但是因为它采用了更为流线的设计风格 所以这款车的运动感受 真的很强烈 它跟普通版本的City一样 拥有两种引擎选项 分别是1.5L的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121PS 峰值扭力表现145Nm 至于另外一个引擎选项 则是1.5的IM&D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虽然只有109PS 但是它的峰值扭力达到了253Nm 所以这个加速表现非常的犀利 根据泰国媒体的成绩呢 它的0-100加速只需要9.4秒 放眼目前我国的B-Segment Hatchback中呢 非性能版本 性能它是第一名 没有人可以跟它一较高效 这款车实际上被我们视为Jester代替车款 因此它既成了非常多Jester特性 例如说这一个Ultra Seed 你可以根据你的不同需求来为这个座椅进行收折 所以它的空间运用灵活性很大 至于另外一点就是它的中控台设计 非常的有质感 虽然很多人表示它不吉上一代 但是我建议你去看看真车 因为它的质感进步真的很大 尤其是中央的8寸 支援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的主机 这个主机在同级的车款里面 我个人觉得同样的它还是第一名 这款车集合了外观空间配备 所以我相信未来它应该也会是 马来西亚市场另外一款热销车型 大家对它有什么看法呢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竞选出来的2021年 重点新车 这几款新车里面你们喜欢哪一款呢 还是你们认为有一些新车是我们没有提到的呢 你们都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在这里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疫情可以快点过去 虽然最近还有新品种的病毒来到了我国 但是大家要记得 千万要小心哦 如果情况稳定的话 那么相信在2022年厂商还是会引进非常非常多的新车 所以在今年的年尾 明年的年头 我们会来再次看看还有什么重点新车 所以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